《陽光灑亮的日子》是江文导演的處女作 由王碩的小說動物充滿改編 主要演員有下雨 葛瑞 寧靜 桃紅等 該片的背景是文革時的北京 一群生活在步度霸藥裡的孩子 在耀眼的陽光與遍地的紅旗之間 透過自己的青春 意識流的故事裡有愛情和性的衝動 有幼稚和失敗的革命精神 也有成長的故事 這部電影裡大大小小角色都鮮活可信 就連佛小剛和王碩 破窜的魏老師和小流氓 都讓人過目難忘 同時江文非常著重氣氛地渲染 屋頂上因性萌動苦悶的少年不停地走動 大面積的過爆鏡頭 讓螢幕上充斥著陽光的味道 男性貴爾蒙和馬尼 也自這部影片 因此成為他標誌性的電影符號 這部影片中的黑色幽默 具有極強的反諷力量 被我們審視過去那個方斷的時代 提供了一個氣氛 同時也讓我們思維 處及到現在的這個社會 我們不禁要問 現在的社會裡 還有沒有造成時代悲劇的因素 一部電影能夠做到這些 也就實現了附加在其審美功能之上的社會功能 我想這也是陽光灿瀨日子 能夠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感謝您的觀看 期待您的評論 我們下次見